我們要做簡報 不過就是我們想說 可以邀請有興趣的人一起來畫一些跟台灣文化有關的emoji 然後這邊提供一些有趣的例子 這個是國外的人他用一個很 就是有名的畫家 然後他把畫變成emoji 然後這個是那個 1999年的時候日本的那個NTT Docomo的第一組emoji 然後那時候就是全部都是Pixel 然後也沒有什麼很fancy的那個圖像這樣子 那不過這個set呢 就是已經被美國的那個MOMA 就是當代的現代藝術美術館 收到他們的永久收藏裡面去 然後這個是最近應該也是一個成功的案例 就是他們想要把那個穆斯林的頭飾 加入那個正式的emoji的那個set裡面 然後這個是一個比較好笑的 是一個Pornhub就是網路上設行影片的網站 然後他們把已經存在的emoji做一些其他的詮釋 那這是一些就是關於emoji文化的一些有趣的例子 然後其實也沒有那麼認真 就是因為要就是要把一個符號加進現在的emoji裡面其實還蠻困難的 然後之前距離別的夥伴也有嘗試過 就是那個Bobby有嘗試過 就是邀請大家做這件事情 然後我們現在可能只是比較像是想要 邀請有興趣的設計師啊 或是平面設計師或是會插畫家 就是來一起來畫一下 一些有趣的大家覺得可以代表談文化的一些符號 然後這邊已經有蠻多人有填了一些覺得自己想要的emoji 然後又包括很多不同的分類 宗教儀式啊文化節慶夜市什麼 這些分類也不是說非常正式 就是大家凝照自己的心情就是先分一下這樣子 那現在已經有蠻多蠻多有趣的 綠色怪怪 對綠色怪怪 然後歷史相關就比較也可能是比較政治的啊 或是也可能是比較文化的鄉民的也有這樣子 那關於就是其實我們那時候只是在網路上發起 然後也沒有什麼認真的討論過 所以現在包括很多問題都還沒有還沒有一些內容 譬如說繪圖風格要怎麼畫啊什麼之類的 那我自己出過的想法是可能 今天有興趣的人可能大家可以一起先來畫一些線條稿 就比較簡單的稿件 然後我們可以每個人提出自己的想法 然後看看接下來可以怎麼繼續往下做這樣 那沒有人有興趣的沒關係 那我今天就會在這邊畫紙 好 我是志浩 很歡迎來找我 謝謝 好 謝謝志浩 那個下一位是Elly 他很緊張喔